阿弩哈 前面喵咪打戰爭時間來 那希望從9點完以後是我們的隨便打環節了 那今天的話已經是我們這個3月2號的早上凌晨5點34分了 所以今天講話的話還是要小聲一點點 避免吵到別人了好不好 那目前來說的話今天是登入了我們這邊的這個超級貓咪機 而且這次超級貓咪機的這個圖啊好像有改變一下 感覺好像比以前更好看了 你們有這樣覺得嗎可以分享一下 然後裡面的話呢也是可以抽到我們這邊這個 隱藏角色參戰啦也就是我們這個伊邪納奇的這個部分 所以大家如果就是覺得伊邪納奇很不錯的話呢 也可以就是來試一下自己的手氣 然後它裡面的話基本上所有的這些就是那個角色一覽的話 好像都會有的樣子 欸等一下 它有伊邪納奇嗎 有啦有啦隱藏角色神秘參戰對不對 那個是傳說稀有的那個角色 所以還是有的喔 那基本上都還是可以抽到 然後就看大家要不要抽一下我們這邊的這個 藍眼睛白色系列 那藍眼睛白色系列另外一個就是我們這邊的這個梅路可卡池 然後裡面的話基本上 對從這邊看的話應該比較清楚啊 裡面會有這個 小光之這個伊邪納奇的這個部分喔 就大家如果覺得這個很喜歡的話都可以來氣跨賣幾雷喔 完全沒有問題 好那目前來說 今天的話呢 我們就來繼續 隨便打一下我們的關卡 獵人地圖吧 現在看一下啊 目前來說每一隻的角色 我們現在稍微觀摩一下有哪一些角色還沒有給他 那就是那個孵化了有沒有 照理來說應該都已經孵化了啊 所以應該是沒啥太大的這個問題 對這個伊叉這邊的這個部分是 全部已經孵化完畢沒有問題 然後稀有的部分的話看一下啊 有沒有那個需要進化啦 或是孵化 有有有有有這個燈籠貓了 還沒有讓他進化 然後還是需要我們這邊的這個一顆的這個黃壽石 然後15顆的這個哇 脆壽石要這麼多喔 搖了個咻咧 我們來看一下還有誰 哇他需要超級無敵多脆壽石欸 那生了他是不是之前信長就要重新打了 我們先看一下他就跟那個信長是有那個 是有撞到的 如果撞到的話 那我們就要做一個許捨了喔 來看一下機稀有的部分 機稀有看起來應該都是 直接都已經先進化完畢了 不知道他 欸 這是本人 不然他有沒有機會之後會出那個啊 就是可以直接就是看到 你說的那個未進化的角色這些東西 如果有的話應該不錯 來看看啊 這隻的話 欸沒有欸 他他沒有關係 但是他是需要三顆這個 三顆這個薄荷的 然後那個薄荷的話基本上 又被我們弄掉了 所以這集要找時間來打一下 我們還差一個就是暗毛眼石而已喔 暗毛眼石只差一個 然後鹿王炮這邊來看一下 鹿王炮這邊 條件的話他需要翠瘦石 兩個喔 所以基本上我們要再去打那個 要再去打兩個就可以了 這樣子喔 這個 我們這坦克車 然後他比較麻煩是他的這個 他的等級解放了喔 他還有很長的一條路要走 那其他部分好像都已經都先 升級完畢了喔 那是沒啥問題的 對 有沒有看到這邊全部都本人 沒問題的各位 然後傳說稀有的部分的話 也是沒有可以進化的 好那我們就是 專攻我們這個翠瘦石環節 好不好應該是沒啥問題的喔 翠瘦石先來打一下翠瘦石的這個沙漠 好 Let's go走起 然後目前說不然我們來玩一下這個好了 來玩一下伊邪納奇給大家看一下就是 這一次這個白色藍眼睛機會 你們健康裡面是有機會可以就是抽到我們這支伊邪納奇的啊 我們來看一下 之前玩過了 伊邪納奇是真滴感覺好像 還行吧 就也不會到這個這麼差啊 只是真的就要看一下他那個威力 究竟能不能就是勝任的喔 但他是那個他是我們這個 單體遠距離大攻擊 超級猛的那種 我們就看一下有沒有機會打出好成績 他完了 他好像是針對那個 有屬性敵人啊 但是我們這邊的話 呵呵呵 這關的那個比較大隻的這個都是 無屬性敵人的這個存在 稍微有點王蛋了王蛋了 沒事那我們就先出一下 出好機 出好機給他走起 然後給你繼續走起 有囉有囉 然後4500的時候直接出個伊邪納奇個盒 直接出發 唉呦 這關比較麻煩就是這個熊 熊很王八蛋喔 我伊薔納奇他是沒有那個了 他是沒有 進化能力 可惜 來了 伊歇納奇 Let's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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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一下那起可以就是畫素 全部超級衝 不到這個大象打不到好上打不到一斜大osi bilo 這大象是不是就是那個 就是無屬性敵人 一仙大琪感覺好像沒辦法 到這邊的 看起來還是會被打到一仙大琪 我真的覺得一仙大琪比較尷尬的地方就是他這個 攻擊距離真的有點太近了 雖然他寫的是遠距離攻擊單體 但是我覺得好像 還沒有到那麼的遠 還沒有到那麼遠 你看初號機都比他遠了 初號機都不會被這個大象給轟到 就真的初號機 不錯 那一仙大琪我覺得強就強在於就是他的那個 傷害是極度傷害 然後是縮屬性都可以變 然後你只要就是 好好保護他的話應該是有機會打出一些 不錯的這個成績 完了 完了完了完了 怎麼直接被這個松鼠弄爆了 我的天 哇哩勒死丁 來個躲動看看 哇哩勒 好像有那麼一喵喵 淒慘喔各位 我這邊大象好像都還沒打死 因為大象這邊的話我們好像一直都沒有用到那個 用到飛腳貓打到他 完了完了完了 也不會要爆開了吧 我的天啊 你那邊亂玩角色好像都很容易就直接爆開了 腰了個咻 你可能要吃個那個吧 吃個貓咪泡 還是用這個啊這個可以嗎 看看我們的文明組有沒有辦法弄到那個 哇好像沒辦法 距離偏遠的這個 進化掉了 那還有一點點舊吧我覺得 還有一點點舊 來來 拜託了拜託 祝 有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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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雅 Americ嗑古 工作部 柩安 茉蓮 這個脆瘦結晶 但他已經要進化那幾隻好像是那個吧 所以要進化那幾隻好像都是拿那個普通碎片而已 不用拿到結晶 所以希望他還是給我就是一般的那個壽石就好了 碎壽石三個 還不錯啊一次給三個但是沒有進到那個 沒有進到那個加倍環節有點尷尬 我們來看一下這一次有沒有一些就是蠻不錯的一些 任務會送我東西 好像 他沒有 然後現在在努力的就是 這個有沒有 全部等級二的關卡全部通關還有全部等級三的關卡全部通關 這我們就可以拿到兩張的這個白金卷了耶就是我們目前說 每天晚上九點在努力的那個環節好不好就是我們這邊的這個 這個地方 現在已經打到 其實還蠻後面的 還有很多位 慢慢打了慢慢打了 看一下喔然後有三月強襲這個部分 對三月強襲要給他扁一下喔就是 我們這邊的話 每一次這個每個月這個月初啊因為現在已經是三月了喔所以這個月初的話 就趕快給他 拿一下 沒有什麼問題 月初拿一下 月初給他走起 那拿一拿的話基本上你每個月就可以拿兩個這個碎片然後五個月基本上你就可以抽一張這個白金卷的這個抽抽 不抽白不抽啦好不好白金卷 然後這關的話基本上比較麻煩就是他都還是 有這個初級的這個 數量限制 十字真的是有多少 那這邊是我們這個 大拳五人組熊熊 這個用一些遠攻距離的角色是沒啥問題的 而且我也不知道為什麼用的是這個紅色敵人的隊伍 明明裡面就 超多天使敵人跟那個惡魔組 偏偏要用這個 偏偏要用我們這邊的這個 紅色敵人 應該那個時候又在做什麼那個常識跟那個 活動水片了好不好 沒問題啦各位 人偶價 本來大家只要記得每個月的這個月中跟我們這個月初 都會有這個白金碎片關卡 就沒有什麼問題 我已經講好幾百萬遍了喔 這個是講給新的朋友們聽的好不好各位 呵呵呵 新的朋友們聽的啦 因為這個真的很重要 不知道新手要到怎麼樣的成績才可以打這個 就是 我們這個強行關卡 這感覺這個中間到第五關其實也還沒有到就是 這完全沒有難度 因為他這個需要這個貓貓的量啦 是 非常非常少的 他只能出了十隻啦 所以你每一隻這個角色出出來的話 都要是牛蛙蛙的這個貓貓 不然其實會比較 比較偏尷尬喔 所以這個大家還是 還是得要就是 思考一下 到底該如何出 要如何出這樣子 你才可以就是 獲勝這樣子喔 對啊 真的超麻煩的 這就是沒辦法一次出很多隻角色的這種關卡 超級無敵世界P1%麻煩 好不好 以前都是直接就是 一登場就直接狂出 你也不用擔心就是 出什麼東西 因為 基本上你就是把你說的這個NOMO全部出完就好了 結果 到後期基本上現在就有這種 就是初級的這個數量限制的這個關卡 非常麻煩 非常麻煩 好那我們今天主要來跟大家分享 就是我們這邊的這個 藍眼睛的這個CD登場 那目前來說我們這個白色的藍眼睛好像就只差一個那個價 沒有 以外全部都有了 連伊賢娜奇都有了 那如果大家想要 拼拼運氣抽一下伊賢娜奇的話也是可以來試看 這個卡池囉 好不好 那就祝福大家都可以抽到自己想要的貓貓啦 啊